给自己的一份最有爱的礼物 静止练习21天创造生命的奇迹 作者路易斯赫 第一部分 学会爱自己 第五天 建立至尊 路易斯赫爱的叮咛 今天你要进一步学习带着尊重与感谢来爱自己 了解你的身体 心智与灵魂 都是值得感恩的奇迹 今天看着镜子说 我爱你 亲爱的 我真的爱你是 是我带着微笑 你是不是开始爱上并认可 你在镜中看到的那个人呢 爱是伟大的奇迹药方 爱自己会让生命出现奇迹 无论遭遇什么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开始爱自己 爱自己是对你身体 心智与灵魂的奇迹 非常诚挚的感谢之意 爱自己就是感恩 那种感恩之情多到充满你的心 直到满出来 带着感谢你是你的喜悦 往外溢流 有一位戴隐形眼镜的女士 做镜子练习时 开始释放掉部分童年的恐惧 视力因而恢复到几乎完全清晰 但她不停地说 我不敢相信 我真不敢相信 结果视力又回到从前 她的不相信被确认批准了 宇宙给你的真是你要求的东西 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强大 当你还是婴儿时 有多完美啊 婴儿爱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 孝实能让一世灿燃 今天撇开所有批评和负面的自我对话吧 放下那个磕着你和抗拒改变的心态 放下他人对你的看法 请说这个肯定曲 我够好 我值得被爱 第五天 建立至尊静止练习 您是静止中你的双眼 说这个肯定曲 并不断重复这句话 我爱自己 也认可自己 一天至少复述一百次 让我爱自己 也认可自己 成为你的真言 每次经过静止 或看见自己的倒影 就重复这个肯定曲 我爱自己 也认可自己 静止练习的叮铃 请记住 光说不练是行不通的 若无限任何负面想法 例如 我这么胖 是要怎么认可自己 我一无是处 就让它们存在 不要抗拒或评断 你可以聚焦于 我爱自己 也认可自己 这句话 试着回到自己 真正是谁 这个核心 不平断自己 体验真实的自己 第五天 建立至尊的记录练习 写下 你是通过哪些方式 不爱自己 或表现出你缺乏自我 价值感 你会批评自己的身体吗 你会说一些贬低自己的话吗 写下你认为其他人对你的负面评价 针对每者负面评价 写下一个肯定句 将它转变成正面说谎 例如 你可以把我母亲觉得我很胖 变成我现在的样子就很美 列出你爱自己的所有理由 再列出其他人喜欢和你相处的原因 把这张充满爱的清单 贴在你每天都能看见他们的地方 第五天 建立至尊的心灵讯息 我喜欢做我自己 如果可以在不受任何人批评的情况下 过生活 能想象那样会有多美好吗 你可以给自己这样的生活 你可以把跟自己共处 变成你想象得到最美好的体验 一早起床就感受到 又能跟自己度过另一天的喜悦 请说这个肯定句 我喜欢做我自己 第五天 建立至尊的静心 建立至尊的肯定句 我的能力足以面对所有状况 我选择觉得自己很棒 我值得拥有自己的爱 我独立自主 我接受并使用自己的力量 为自己内心说话很安全 我以现在这样的我 在此时此地 被爱 被接纳 我拥有高度自尊 因为我尊敬真实的自己 我的人生一天天变得美好 我期待每个下一个带来一切 我不少什么 也不多什么 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自己 生命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支援我 我的意识里都是充满爱 正面以健康的想法 而这一切都会反映在我的经历中 我可以给自己最棒的礼物 就是无条件的爱我自己 我爱现在这样的我 我不再等自己变得完美之后 才去爱自己 我够好 我值得被爱 我爱自己 也认可自己 我喜欢做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同时感恩在我生命中 来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和每一件事